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面子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3月20号的股市万德福 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在看 一定会在笑阿德 因为很多人加入阿德的官方内 都在笑阿德 龙老师 你痴人说懵话 2万点一定站得上吗 这个问题我真的要讲 因为我相信很多在做股票的人 或是做多的人 大概都不大敢讲说 会站上2万点 对吧 就像去年 没有几个人敢说 他会上1万9 一样的道理 那现在会上2万点 是大家的共识 只是你不敢 进场去买股票而已 股票每天只要AI 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说 现在的AI真的是包罗万象 你不买 别人在买 股票他就是一直涨 他就是一直涨 譬如说 我们来讲我们过去的 龙老师 你说过去 这很多老师在讲 对吧 很多人在讲 我就举例给各位 他如果是四字头 好好举例吧 今天他分盘交易对不对 那阿德的股票有没有分盘交易 有嘛 这一档有没有分盘交易 有嘛 有分盘交易 可是重点你看他分盘交易 现在多少钱 现在最高9字头 9字头 今天最高9字头 那现在几字头 8字头 那你如果能买7字头 6字头 5字头 4字头 那你会不会赚钱 会嘛 跟2万点有没有 站上有没有关系 没有嘛 因为阿德给你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买得到的时候啊 是不是买得到的时候啊 所以今天阿德要跟各位讲说 我们不做马后炮 我们做股票不做马后炮 很多人都讲说 他有这档股票嘛 对吧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要一只涨停满 两只涨停满 三只涨停满 四只涨停满 五只涨停满 六只涨停满 七只涨停满 八只涨停满 爽不爽 爽啊那超过一倍啦 八只超过一倍 所以你现在卖不卖 如果 我现在 我请问各位 你如果有拿到 第一名索马标股的人 要不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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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用卖 你为什么要卖 股票市场赚一倍不多啊 不多啊 有老师 他会去一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是讲现在的状况 未来 反正你如果有的人 那你就加Other the life 那你就不要笑我嘛 很多人在里面笑我 跟我互动说 老师那有可能两万 就是人那有可能两万 该长的长的啊 AI大家都知道啦 你真的AI你都知道吗 你真的都知道现在在长什么AI吗 那不然为什么会星期二 晚上我们的星期三 突然今天又流行起来了 流行什么 不是老AI啊 也不是新AI啊 是很旧很旧的AI啊 什么叫很旧很旧的AI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看到 红还在长 你会觉得说 大股有希望 大股有希望啊 大股有希望啊 就你不对了 大股有希望啊 连红还都会长了 那我自己买就好了啊 对吧 你自己买就好了啊 那请问一下 买大股的 大股的去刷 小股的要标 小肌的要标 你不要不相信啊 你不要不相信啊 他有可能每篇标吗 他每天涨2% 每天涨3% 每天涨3%好不好 叫标 叫叫标 大股的 这大股啊 这大股的嘛 你看他的股份多大 1300多亿耶 1300多亿耶 好厉害喔 从100块涨到130几块 涨三层耶 你不厉害 厉害 厉害吗 厉害啊 哦 很厉害 我真的要讲一句喔 你看 我真的要讲一句给你看 我不要讲这句啦 因为这句 这句太久了 我再讲也没意思啊 你有的就有 没有就算了吧 对吧 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嘛 你就听那个股票市场的老师在那边吹牛嘛 他有什么酒什么的嘛 对吗 数字酒开头的嘛 每个人都有嘛 就刚才不是举例啊 这句股票 如果跟你吹牛他有 你要真的会员有耶 这里是不是很好买 这里都是四字头啦 随便都是四字头啊 你怎么买怎么赚怎么买怎么赚 对吧 现在八字头啊 现在八字头最高九字头啊 整理整理会不会再上我不知道 我只是告诉各位 我只是举例 我只是举例 如果四字头 他现在已经八根掌停盘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一倍啦 一倍什么概念 一倍你变两倍 就简单啊 谁不会 所以挑股很重要嘛 你问问老师 这个一样标啊三层 三层跟一倍哪一个比较多 三层跟一倍哪一个比较多 老师要做AI吗 这样说就做AI啦 做server嘛 他现在红海都算要做server嘛 我拿一支说阿德给你的股票好不 来我们来看阿德送你的股票 我送给你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做AI 一样做server 对吧 一样在做资料中心 对吧 整场输出 红海比较厉害 也许一支比较厉害 也许一支比较厉害 你认为红海 现在变社会呢 都变社会呢 要做一万台一千台 一百万台 较少人做一万台呢 对不对 他能长三层 他能长三层 请问一下同样在做一样的 整场输出的 最厉害的 做金品的是不是 是不是他 是不是他 厉害不 非常厉害啊 因为我给你的孙 3月15号 我们同样来看同样的时间 3月15号 红海在哪里 3月15号 红海在哪里 3月15号 红海在这里 一百三哪里 对吧 我给你买得到买不到 买得到嘛 除非你不买嘛 一直到 昨天还在涨停满 到昨天还在涨停满 对不对 没错吧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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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昨天还在涨停满 3月15号给你啦 3月15号给你啦 你如果你要买这个 3月15号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 一天去2% 一天去3% 一天去4% 一天去5% 让我这样来 加起来多少 这样差不多 十多% 十多% 十几% 十几% 让你买最低的 十几% 这样 这去一家 同样的时间 要做同样的 是他比较好 还是这支比较好 红海比较好 还是这支比较好 是这支比较好 还是红海比较好 所以你会比嘛 这黄仁勋点名的嘛 黄仁勋点名的嘛 对吧 更不要说像尼德科 尼德科 来我们来看尼德科 尼德科已经说开了嘛 所以重点在哪里 你如果有一百万 你要买这一种股票 还是买会飙的 我怎么看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时间 你能喝 来 那有比较好 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分盘交易 五支 分盘交易 第六支 我们不要打算下去 因为现在分盘交易在震荡 第六支 存在等 震荡 对不对 所以你要买这种 买这种 为什么买这种的 买这种的比较好 隔天买 隔天买 尤老师又是不是买最低的 对嘛 你也可以再买 你爱买多少 就买多少 因为阿德跟你讲 他站在风口上 大局势 都会飙很久 有噴吗 一支 有噴吗 两支 有噴吗 三支 再噴 四支 还在噴 五支 对不对 会不会噴很久 会不会噴很久 六支掌停板 一波掌停板 你要在这种 还是要在什么 三成 三成 这个呢 一支掌停板 两支掌停板 三支掌停板 四支掌停板 五支掌停板 六支掌停板 现在分盘交易 我公开给你看了吧 而且你一定买得到 你有三天的时间可以买 你可以三天时间可以买 就算你第三天要追也可以啦 也是追得到啦 也是追得到啦 很多老师都是追第三天啊 看到那一天快要涨停板 追的啦 没错吧 3月6号你可以买啊 3月7号可以买啊 3月8号可以买啊 你买完了以后 他就亮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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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亮灯 对不对 有噴吗 所以要买这个啊 所以阿德一直跟各位讲 大盘你看到连电在涨 你看到连电在涨 你看到连电在涨 你看到鸿海在涨 你看到台积电在涨 你就知道这个大盘 没有上2万点 他是绝对不会停的啦 绝对不会停的啦 如果大盘站上2万点 这些股票一休息 接下来小股就是一直喷啊 所以阿德不喜欢马后炮 我相信很多人都一直讲说 你怎么会坚持 一定会上2万点 因为你做多吗 不是 因为你看看 现在人家募集ETF 两档股票超过2000亿 两档ETF超过2000亿 几乎快要2500亿 几乎快要2500亿 2500亿如果在股票市场买全值股啊 他不会去买小型股吧 不会买股票的不可能吧 甚至很大股票也不可能 为什么 譬如台积电他们就不会买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涨一波啊 涨一波上来 他们认为殖利率太低了 所以他们也不会买台积电了 他们会买什么 譬如说像联发科 2454联发科 对吧 为什么联发科1000多块他们还买 因为联发科在所谓的IC设计 或IP跟IP比的话 他本域的殖利率相对的高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嘛 对不对 ETF就是这样嘛 所以ETF一开始 他的那个标题 有没有让你很爽 叫高股息 高息嘛 高股息的意思叫高息嘛 对不对 起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 你赚他的利息赔了他的本金嘛 你赔了本金嘛 跟以前的反一一样嘛 反一一挂牌了以后涨一波 然后一路跌下来 对吧 一路跌下来 我不想讲那个嘛 我只是讲说 其实大盘 会不会占上万点 能不能赚钱你知道 你最知道 所以说阿德一直跟各位讲说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你就直接加LINE 加阿德的LINE 你只要跟阿德互动就可以了 跟阿德互动就可以了 因为你只要一互动 你问我问题 就算你骂我 就算你骂我 笑我都没关系 比如说很多人说 没有人敢说 一定骂我两万点的 只要你敢说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啦 那大盘的旗帅 換小机在那边 你手中如果没有标股 你用我就贪输人了 股票你敢贪输人 你敢贪输人 也有股票帮你赚钱 帮你赚钱比较重要 还是你要去分析行情比较重要 我可以分析很久的行情啊 譬如说九阳在涨 我就说我有九阳 这样可不可以 你为什么不拿九阳 可以买得到的那一天来讲 这才重要嘛 譬如说现在三年很强 为什么三年会涨 黄仁勋啊 黄仁勋点名啊 你们都不知道啊 譬如说啦 像这一档股票 我就举例给你看嘛 你买得到吗 绝对买得到 你爱买多少买多少嘛 你敢不买买 你不买买吗 不买买他就要去耶 不买买他就要去给你看 为什么要涨给你看 因为那是黄仁勋点名的嘛 他点名的嘛 今天还涨嘛 今天快要涨停板嘛 今天还快要涨停板嘛 对吧 今天还要涨停板嘛 所以他已经要到50%了耶 这一档股票三块十块好给你耶稣 不买到50%了耶 不买到50%了耶 对吧 啊为什么阿德事先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中了小心轻松翻倍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 因为我就跟你说 GTC最凶的名牌 就是这支啊 就是这支啦 很多人都说 啊最近就是在流行什么 黄仁勋兵啊 那一排机器人 对不对 对不对 在流行机器人 对不对 对不对 没错吧 是不是这支最强 是不是这支最强 是不是阿德说的 如果 如果我猜中了啦 小心轻松翻倍 是不是这支最强 我是不是事先就告诉你啦 我首先就跟你说啦 对吧 啊所以说你要 来很简单 相信这支股票开始 你就相信他就好 今天都不用说 相信他就好 不用在说什么 是9什么啦 3什么的啦 对吧 不必讲这个啦 我就直接跟你说 我注意给你看 好不好 这支股票 今天要再暂停了 对吧 今天要再暂停了 我跟你说黄仁勋 如果要讲AI 如果要讲自动化 他是不是No.1 对吧 他是不是No.1 没错吧 他是No.1 所以阿德的来说 你听阿德的对还是不对 你听阿德的对还是不对 你请问一下 我请问各位一下 你听阿德的对还是不对 如果对 那你就买嘛 对吧 我说这是三什么 有的人说三大还是三小 没有啦 三什么三叉啦 我再等一下一遍啦 三 三 叉啊叉 三叉 对吧 对不对 是不是最强 是不是他最强 我告诉你的时候 他六字头 现在 几字头 快要九字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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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吗 有厉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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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都不晓得说 现在在流行什么 阿德就跟你说啦 如果AI无手不在 AI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包括以后的自动化 包括以后的机器人 包括以后的运算 运算是最基本的啦 包括以后他要取代Google Google是开放式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Google是开放式的嘛 开放式的包括你跟我 我们上网搜寻 包括我们上网做记录 我们的生活 Google搜集 我们所有的大数据 Beta 然后做回答问题 所以你在Google搜寻的 都是免费 完全免费嘛 对吧 那现在 黄伶俊他也要做这个 可是他是在做什么 私人的 直接问的 不用搜寻的 直接问的 就好像是你的秘书一样 直接问的 现在 他的资料库还不完整 可是他的运算非常的强 那请问一下 未来的七月每一家要不要有一台 要不要有一台 要不要有一台 对吧 所以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 相信阿德 我就跟各位讲 你如果相信阿德 QR口就把他掃下去 这样就对了 QR口就把他掃下去 就对了 因为阿德要来说 今天 就今天而已喔 就今天而已喔 那个又担命主的喔 你如果掃下去阿德的QR口 掃下去 前十个 前十个喔 前十个喔 我免费带你 我带你嘛 你如果愿意相信阿德嘛 你如果掃进来 阿德就带你 这样好不好 对不 你想要赚大的 你出生啊 你要赚大的你出生啊 因为阿德的QR口 绝对都首先 先告诉你 你先买得到 有的人说 老师要拿你的QR口 买就不会赚 对嘛 譬如 完全索码喷一波 我叫你买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赚 买了 三个月中 买就不会赚 譬如我来说 你就跟着我明天一起买 你就跟着我明天一起买嘛 我想跟你说 进场 老师啊 经常买叮噹 夭壽 听你的不对 要买多少买多少吧 直接你不了解嘛 我老师切你啊 敢说 这种东西你不敢说啊 因为我叫你买 买多少 要买多少 就买多少 你今天有一千万 买一千万 一千万 一百万 一百万 对吧 有100买100 有200买200 有300买300 这样对不对 一定买得到 一定买得到 你有两天的时间可以买 对吧 买得到 买什么去啊 对啊 买得到我买300 譬如说 拼下去 没噴啊 没噴啊 我拼两天下去 都没噴 我问老师 我要铁掉 你铁掉 亮灯 今天 再亮灯 你要铁掉啊 所以我不要说 今天你 你如果买 你不像这种的 买得到 买得到 你来 想要相信 相信 从相信阿德开始 也可以从 相信股票开始 你去抵白人 都不好 白人都在 你开掌林板 对吧 别人都是 开盘掌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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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买 开盘掌林板 你敢买 有 不然 你去读到 那种 一直来说 产业 说报纸的消息 每天都来分析 薄织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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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织的也用我们的公道 对不对 用我们的帖人出高庙的 有没有的传任机 你知道的 看报社 报社有的传任机 现在现在 直接是用那个 用 没有 以前是传织的 咕 咕 我们这间公司 营锁的 多好多 好未来 多好接 就大招 你报社就下来 那股票用去一招 不是这样 你不相信 你如果每天在看新闻的话 你会发现 你买的报纸啊 都是昨天的新闻 这不叫新闻叫旧闻 然后所有的专家都在 都在跟你分析昨天的 今天股票会怎样 都在跟你讲今天会涨的 为什么会涨 如果跌的为什么会跌 都在跟你讲这个 从来没有一个人就来说 来啦我给你啦 你就跟着我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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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AI这标准AI 这标准AI啦 你就跟着我买 要买多少 有100买100 有200买200 有300买300 你说我老师还没份啊 没份啊 你中股票 你要叫我买100 我买200 亮灯给你看 两支 好吗 三天的时间给你准备了 你如果三天 如果一百万一天买30万 买三天刚好 通过也没大涨 对吧 你如果三百万一天买一百万 年标两支掌停板 这个年标啊 没有标 这人应用索码嘛 这人家已经索码了嘛 人家已经索码了嘛 我已经跟你讲了嘛 对 我不是来说一支两支的掌停板 我不是来跟你讲一支两支的掌停板 你跟着阿德买 有很多股票都涨一波很大一波 你现在如果买 你就再买下去 你今天阿德只要跟你做一项东西就好了 如果你相信阿德 你相信你要赚大钱 想要赚大钱的才来啊 你今天加入 前十名十月就好 十月就好 太多我没办 十月 十月 我没有经过公司的东西 十月你就十月加一星 只要你加进来 问问题也可以 我亲自带你做 可不可以 就这么简单 就加进来 这样就对了 其他东西再说 请观看 金龙县瑞赫兴村168飞龙在天专案 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 发财专线 02-8511-3366-028511-3366-028511-3366-0顶页头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 坚守专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 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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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2511-3366-028511-3366-随 clearing page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责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欢迎回到现场 阿德 真正的 这支股票自开始 跟你讲的时候 刚开始跟你讲的时候 每天讲都没涨停板 都是阿盘 阿德下节目以后再涨停 今天不一样 今天不一样 今天说不定 等一下就涨停了 对不对 厉害吗 厉害吗 没这种 每天就比你在说 风海更好 所以说重点是什么 相信 你这么相信 今天啊 你相信阿德的股票 真的买得到 真的买得到 真的赚得到 真的赚得到的 来 你今天加阿德的官方网站 对不对 你加里面 阿德亲自带你十个 就十个 请你准备 我要倒数五四三二一 请你把它加进去 我亲自带你做 五四三 还要等喔 等一下 五四三 手机拿起来 你怎么录下去 我现在就来看 下一个阶段 有进来的 有问题的 我直接回答 任何尖酸的问题 我都会回答 二 一 进广告 金龙县瑞赫新春 168飞龙在天专案 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 发财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页投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面子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的功能一刻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佛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继续收看股市万德佛 然后你有很多问题 最多人问的问题是问日元 因为我们跟日本的股票市场比较近 那大家都要问说 那个报纸讲的 那个日元升息没有用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会没有用 他不是说要升息吗 是啊 他是要升息啊 可是他不是暴力式的升息啊 暴力式的升息就是说 今天我还没有讲 我还没有跟你脱落事之前 我就棒一下两码三码 两码三码 如果最凶的最狠的 就是一次四码 对吧 因为国际的那个所谓的 全世界的前应该说前几大 前几大的那个经济体 只要要暴力式的升息 或是暴力式的降息的话 那才会让市场产生很剧烈的变动 什么叫暴力 暴力就是我没人讲 就在你讲 有感染吗 所以说这次日元 为什么他没有大家想象的 说资金都要撤出来 撤出来 原来他升息嘛 他升息嘛 升息就代表说 理论上啊 理论上升息 那热情会进来啊 理论上是这样嘛 可是FED 没有动作啊 没有动作啊 那你又那么温吞 那谁你你啊 谁你你啊 如果你今天日央 不早在一两个月前 就放消息的话 突然之间 就突然说 升息三码 那热情马上就滚进来了 对不 还没升息之前 还没升息之前 跟日本银行 你如果去放 放在银行 是不用利息 他不给你利息的 不给你利息的 现在变成要升息 要升息 可是那要温和嘛 所以说现阶段 对日元有没有影响 没有 那你如果关心 关心日元的人 其实你 你可以想一件事情了 如果日本 不讲 突然做动作 那个才是 日元 就是说 快速升息的 一个前奏 前奏 如果要温和 温和慢慢的 慢慢的 谁都不会怕 隆老师 那会滚 那个温水煮金蛙 不会啦 因为 一个升息循环 或一个降息循环的话 他不是一天两天的嘛 他一个很长的周期 那些大字经都会看 那个周期明显的时候 还会做大动作嘛 你不会应对 一次两次的跳动 然后把你所有的 譬如说你 你那个 你那个 黑军放也好 或者一般的 被动型基金 或主动型基金 那动辄都 几千亿 动辄都几千亿 那不可能说 我只能跟你说一句 好 有的东边 刷去西边 西边刷去对岸 不会啦 所以说动作是什么 是日本现在 是要做一个 升息的动作 它是做温和的升息动作 所以现在还没办法影响 全世界大资金的移动 是这样 老师还很简单 你说得很久 你说得很简单 没效嘛 也不是啦 也不是说没效 反正经济问题 经济学家 没有人说了会准 你大家问这个问题 代表是 你相信阿德说的 但是阿德跟你说 这都会有会 阿德 你在那里 公委员 你会骗我吗 因为 我跟你说 经济问题 不是我们这一般人 甚至那些每天在研究的人 都会讲错啦 不过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啦 我问你啊 你问我会问你嘛 很多人问 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那时候的 2008年金融风暴有没有 金融风暴嘛 你看全世界那些金序学家 也许说那些学者 大学教授 特殊的 特经济的 有多少人吗 你说老师啊 一间大学上 没有一两个 对吗 全世界的 只要知名的大学有这些 人家说排名前一百大 就很厉害 你说读经济的 全世界少说几万人嘛 广泛来说几百万人 不要说几百万 数十万人 怎么没人要到的金融风暴 用要的就好了 会不会金融风暴 会不会金融风暴 会跟不会是不是50% 这么简单 为什么要不得到 有个人要的 人家又有人要得到 要软厚的啊 要软厚的啊 比如我今天跟你讲说 会到四万点 用我老师笑的 我没有说 我这一辈子看得到哦 如果下一辈子看得到 你能说我错吗 我不能啊 他说这个叫诡辩之学嘛 虽然股票市场 如果你要听这个 你听久了 你会怎样 无感 你听久了会怎样 输钱 所以我听说 利率 你不要想太多 你只要他的态势很明顯的時候 你就要做了 不是這樣 降息 大家也一天到晚 要跟你說降息 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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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在哪裡 港在哪裡 你不知道 大家約了 有人約三月 三月過了 約五月 六月 四月沒有開會 又七月 六月 七月 七月又不對 不然八月 九月 一定有一天約到嘛 好厲害 好棒啊 阿德你好厲害 你好棒 我就說規則 所以電視上啊 有很多話喔 你都不要聽 你只聽一項東西 東西就對了 阿德給你的股票 第一 買得對嗎 買得到嗎 買得到才重要 買不到咧 狗屁 對不對 買得到嗎 買得到重要 買得到才重要 買不到都是狗屁 對吧 我給你 你在股票市場 買得到就是真的 買不到 就是假的 買得到才是真的 買不到 是假的 買得到有可能賺有可能賠嘛 對吧 那我們都做多的 兩個老師 兩個老師 一個阿德一個別人 對吧 我買得到 他說掌停板 我說買得到 他掌停板 我給你的 買得到 他掌停板 你要聽到一個 聽掌停板的 比較快樂嘛 因為都掌停板 阿德的 我給你 買一天買兩天不會漲 那標記來 你要聽那個掌停板的 他有沒有你不知道 可是阿德給你的買得到啊 3月6號買得到嗎 可以啊 3月6號你說老師 你是在掌聲的 為什麼3月6號我在那盤總 大家拿股票 我就要盤總買喔 不然你隔天買嘛 對吧 3月6號你不買你隔天買嘛 隔天不買 你在隔天買嘛 對吧 你有一天兩天三天的時間都可以買嘛 然後亮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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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對不對 現在分盤交易 現在分盤交易啊 所以說 你要買得到賺得到 不要馬後跑嘛 就大家說的是不是 很簡單喔 你找別人 大家也說亮燈掌停板 從來沒有跟你講說 可以買得到嗎 買得到嗎 所以很多人都說 老師阿倫那個比較厲害 阿德老師你比較嫌慢 我常常講說 那個某個老師也在講那個什麼 經歷科啊 像那個九陽啊 講那個什麼三連啊 對吧 阿倫也在講 到底哪一個是真的 我說你都不用相信什麼 你都不用相信什麼 你就有一個手指 你就去看一看 看重播就好了 看阿德的股票買得到 他當時說的這樣 不是看 不是一張 不是一張 不是一張圖給你說 這支股票叫做什麼 九陽 他漲一倍 他就是九陽漲一倍 要跟你講說 有一檔股票給你要買得到 譬如說 我用四月的代表作給你 對吧 要買得到啊 要買得到 我講那麼多也沒有 你一定要買得到啊 買得到 賺得到 賺年賣不才是真的 對不對 所以今天分盤交易 可不可以 可以啦 今天還在漲啊 合理啦 今天還在漲啊 今天還在漲 對不對 所以重點不是就 重點不是就說 阿德要來講 阿德要說 亮燈到期下喔 所以阿德要讓你 亮燈漲一萬 沒什麼事情 沒有那一件事情 今天還在漲喔 今天快要漲一萬啦 今天快要漲一萬了 我有事先跟你說 你不要說我沒有跟你說喔 我最怕的 這一次的開發者大會 AI 開發者的大會 你如果阿德說到 小心他就翻倍了 你就不要讓阿德說到嘛 你不要讓阿德說對了嘛 你想一想 是不是漲停到去的時候 這種高屁是不是會去很久的 所有的機器人是不是這支最早去的 不是那支6188最早去的 不是這支最早去的 這支連續兩支漲2萬 這支連續兩支漲2萬 老師這支廣民好厲害喔 我如果有這種高屁我也買 可是我現在跟你說 我如果讓你感到要賣 翁老師對的又沒了喔 對的又沒了喔 我說你相信我 如果你願意相信我啦 如果你願意相信我 我讓你感到要賣 如果你相信我 我給你你敢買嗎 你就回答我這個問題啊 如果老師我讓你漲停機能夠跳空直接 喔 那開盤了 啵啵 速攻 這支也最好啊 重點你是 買得到嗎 你買得到嗎 不然講昨天 昨天你買得到嗎 昨天你買得到嗎 突然間爆量 開盤開瓶高而已 搞人家在注意 成交量很小 噗 扣起來 不用五分鐘扣起來 不然你對賣五分鐘在哪裡 很多人都說他有冠民 五分鐘 所有老師都有五分鐘 全台灣的分析師五分鐘都去對冠民 對不對 老師要怎麼做地的就去衝 可以啊 怎麼衝呢 今天什麼時候又去 所以他籌碼一定很穩定你不知道 所以籌碼的 像小鋼板這樣 噴出來的時候 咻咻咻咻就是一直連續漲停板 是不是 我現在問你嘛 像這種鉤票 發動以後 連續跳空的 一波漲停板 連續跳空 發動的是不是連續跳空 你說啊老師啊 這種鉤票我敢買 這個嗎 我現在問你 如果我給你這一檔股票 明天跟著我買 明天跟著我買 你敢買 哈德老師就是人 別說啦 你這種鉤票就是人 跟著你買 我有意義勒 我幹嘛要跟你買 跟你買 一進場 馬上跌 你敢買嗎 不要啦 我問你愛買多少就買多少 笑死人 這種股票叫做完全說嘛 噴一波 買兩天 成本而已 有什麼好講的 不會噴 有沒有噴 沒噴 第三天 你如果真的有千萬 你會分三天買 有了 不然你會賺錢 厲害吧 沒有啊 阿德老師你這寒慢 我們會這種 漲停再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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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真厲害 漲停 再漲停 你有嗎 很多老師說有嘛 一定來講他漲有嘛 不然就來講今天有嘛 你敢相信 你敢相信 廣民 亮燈漲停漲有 今天也有 沒時間的 阿德有時間的 阿德有時間的 阿德的時間 有給你啊 跟著阿德買 3月13號 明天跟著我買 3月14號 買了你說 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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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號 要買多少買多少 賣錢 六次還賣份 你說了 沒了是沒了啦 漲一點點而已 沒了是沒了 但是沒份 阿這種的要做什麼 來 昨天 漲停完 今天 再漲 這才是你要的啦 這才是你要的啦 所以阿德你問最新 最新阿德 還有一個消息 我問問 問什麼 老師我們知道 三叉是自動貨的 你裡面都有講啦 來來來有講 我知道有講啦 來這裡 有講啦 我有講啦 我有講嘛對吧 他 又是AI自動化又是機器人像 什麼 XXX8一樣 從嘛很乾淨噴不停 對啦 有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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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對的 你愛買多少買多少 愛買多少買多少 就跟著我買就對了啦 買多少連噴兩根啦 買得到啦 也賺得到啦 這種有強嗎 強啊 你買得到嗎 會啊 有什麼不買 有什麼不買 對 所以阿德不再來講 你要丟完 如果你今天有加阿德的LINE 就是你相信阿德 你既然相信阿德 不然你試試看 阿德帶你 十位就好 對不對 十位就好 例如說 神盾跟安國 我們來講一下 像這個股票 如果老師你還沒買喔 我就問各位一件事情啦 我就問各位一件事情啦 如果我給你的時候444塊 40塊 你可以買40塊 4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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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可以買嘛 然後請問一下 今天多少 今天多少 135.5 好 你算找百里就好 40到百里有幾倍 40到百里有幾倍 你待機算 這不用我說 為什麼不買 他們很簡單 我看好未來 我看好未來 就這麼簡單 就大家說了 我已經說很多面了 我不想再重複啦 因為重複很多人都說 老師啊 你這個溫柔會不會啊 我跟你說 神盾他是跟著什麼 揮答在做動作 因為他看揮答的動作 他知道說未來什麼最強 所以他們在做什麼 做未來最強的生意 什麼是未來最強的生意 所以為什麼他能一次賺五十幾億 兩次賺一百五多億 為什麼 為什麼 這不是憑空出來的 這是很厲害的人的操作 不管你是金融操作 還是什麼產業操作 你一定要看好市頭 這個企圖 這個市在哪裡 他就往這個市去發展 而且是權力發展 好啊這樣我就跟你說 我再說一遍啊 未來 有很多小的IP公司 可能會被這個集團吃掉 你聽不懂 啊你聽不懂 老師你以後的當然 老師你忘記喔 當然 啊你要不要信 隨你 隨你 你要不要信隨你 你都按 在美國掛牌了嘛 誰買 回答買 回答為什麼要買 為什麼要買 為什麼做硬體的要買 做IP公司 為什麼要買 他以前就很想把它吃掉了 現在你掛牌了我就正大光明吃啊 他為什麼要吃 因為全世界的手機佔九成啊 不吃他是誰 我有硬體我有軟體我就有平台 我有硬體我有軟體我就有什麼 我有電動車支架 支架很困難 支架很困難 要高度運算 要很大的運算力 那如果我沒有IP 做我的後盾 我哪來客戶 我硬體一直賣 別人硬體一直追 我每天都跟他跑 後面他一直追 我一直跑 一直追一直跑 一直追一直跑一直追 如果我把IP都買下來 你怎麼追 不要追了啦 我最厲害啦 對吧 很多人聽不懂 聽不懂就算了 不然你聽專業的啊 聽電視有一個叫取博的啊 問朋友啊 對吧你去學他啊 他比較專業啦 我講得比較簡單你聽不懂 聽不懂就算了 所以我現在來講要賺錢 但現在講賺錢而已啦 我不是要來講賺業啦 所以我來講的你把它記起來 你把它記起來啊 你看 大堂的氣刷 再來洗機的啊 你看這洗機的多花機 我告訴我要賺到啊 你都不相信 讓我猜中了啊 這讓我猜中了對不對 這真的讓我猜中了啊 這讓我猜中了啊 真的讓我猜中了啊 對吧 我也知道有其他的老師 有其他的專家 就在說啊 他也有三叉 說你今年也有九叉 九叉還沒蓋的時候 你也沒說啦 蓋起來就說你有九叉 現在有三叉 那三叉蓋起來 你也說三叉 經理科 你今年也有 你沒有經理科 你也在說經理科 對 以前安國在蓋你也有安國 很奇怪 莫名其妙 現在你也沒安國 連當安國又蓋起來 又創新高 你也是有安國 所以重點是什麼 你如果要聽人說 大家都很厲害 你如果要聽說的 很多人都很厲害啦 現在要聽說的 大家都是買得到 那天啊 沒有人像阿德那麼笨的啦 說你跟我進場啦 沒有人像阿德才說的啦 你說就進場啦 明天跟我買啦 明天跟我買 進場 延宏老師正確好 還沒去 對不對 連續標的時候 一定有人說有啦 你要相信嗎 當連續在標漲的時候 當 當 連續 兩支的時候 兩支的時候 就一定對人說有的啦 你要相信啊 不相信 所以我才會說 跌要跌到人 跌誰 跌阿德 別人 你都不用跌啦 因為阿德在跟你說的 絕水是都你賣得到的啦 賣得到阿德也不敢說啦 對不對 阿德賣出去的股票 阿德也不敢說啦 這就是阿德的構成 在我們以前的天獄啦 30幾個 他會蓋 他會蓋 蓋到一兩百 大家都有天獄啦 阿德在電視上賣掉 我也不敢說 對不對 所以說阿德就跟你說 來 你來這裡 10個 錢貸 前四個喔 錢貸 我給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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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廣告 金龍憲瑞賀新春 168飛龍在天專案 金龍飛天讓你旺一整年 發財專線 0285113366 0285113366 頂業投顧 全新照顧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 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 能為投資者 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 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業投顧 全新照顧 0285113366 看全球財經台 除了家中有線電視之外 您還可以這麼做 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 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我在股市打拚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資 我靠的是轉業 黑馬波段 精選標誤 我戰無不勝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萬得不 回到現場 還有一個問題啦 我用很快的速度回答啦 很多人說 老實在ETF為什麼不能吃豆腐 很簡單啦 因為ETF他又不是一個人 他有很多厲害的人 他會找人配合先買 買啊叫大戶叫那個法輪 他下去狗 如果你進去的時候 他倒給你 你倒了你就砍 砍了他就買給你 你就這樣嗎 這股票市場就這樣 你如果都跳下去的順利 就倒給你了 來 祝各位操作順利 待會兒 同參考投資人 因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